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表演小皮特 刚才呢,我拍了个视频是18分钟 18分钟之后呢 那个内存卡又坏了 结果刚才讲了18分钟的话 全部没有了,轻轰了 这是第二次拍视频出现的这个失败的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说了 我用这个单反镜来拍的时候 你不能够保证每一次你都会成功 就是说你要拍20次这个视频的话 可能会有一次会出现这个问题 都没办法了,我从新就找回感觉吧 其实刚才已经拍了的片子之后 当我拿这个内存卡去编辑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了 其实现在我的心里也觉得很失望的了 因为我的这个思想已经很难再理顺 刚才讲的什么话 因为人都不想重复刚才说的话 这不喜欢吗 因为好像就是重复重复讲刚才的话 不过呢 既然我还是想在这里的就分享一下 那今天呢是不是礼拜天就是六月份最后一天 三十号 三十号 礼拜天的 礼拜天 嗯 现在呢 洛杉矶呢 再过四天时间呢 就是美国的国庆节了 那我就 就按照刚才的思路就说一下呢 其实很多很多美国这个国家呢 也是很有趣的一个一个特点 就是全世界很多一些不得意的人 或者是被迫害的人 或者宗教方面的人 只要是他在他本国的地方里 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呢 都可以来美国这边申请政治庇护的 政治庇护就是你在母国那里呢 受一些迫害的 当你来到这里呢 那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旅游来的好 商务来的好 探紧来的好 你在一年之内 你就可以提出那个申请上的庇护 要是你不是合法过来的 或者是偷渡过来的 比如是福建人偷渡过来的 他也可以在一年内申请这个庇护 一年时间 一年时间 不要超出一年时间 就是说从你刚来美国 那下危机那一刻开始 算到一年 这个一年内 你可以在365天时间 你就可以去申请那个 那个庇护 庇护有很多种 比如大陆的计划生育 这个也是为在美国的 就是这种叫做什么 这个人权方面 人权 人权方面 就是这种理念来说 是不能够打胎的 所以你在国内计划生育 你一胎化的时候 你生第二胎的时候 他要你 就是不给你生孩子了 这个也构上美国的庇护的保护对象 他们都是价值观 但是这里不能够 所以说这里 就在美国的这里 他要是怀了孕 要女士怀了孕之后 是要生出来的 不能够打的 打他是违法的 大部分州是这样 大部分州 这个其中一点 第二点就是宗教 宗教庇护 比如你在很多在国内 你是什么基督徒 那国内也有基督徒 你说合法不合法 合法 到处都有教堂 但有一些就聚会 就是家庭聚会 十来的人去聚会 这个国内是不允许的 国内是不允许的 特别你唱那些圣歌 影响到邻居 人家会报警 警察会来的 会说你不能够 私下的去做这些 宗教上的活动 你要去宗教的话 你要直接到教堂去 而且教堂那些 很多可能是 比如圣经很多三节 就是国家有些给你看 有些给你看 所以宗教上的东西 就很复杂 有一些不同的教派 不同的理念 那大陆那边呢 有些是不允许你这个教派 就同样是基督徒 但你不能够念这个 不能够做这些事情 而你去做了 对你产生那种迫害 这个也构成了 你美国政府庇护你的条件 所以是这样的 所以你宗教的那个庇护的 就是说你是 你是基督徒 迫害 也是行的 另外呢还有呢 就是说你拆迁的过程 比如你的房子被拆迁了 那拆迁的时候呢 就人家呢 就强行的把你轟走 把你轟走 或者你被打了 或者是被 有预谋的被那些政府 或者什么什么的 乡村啊 那些自保会啊 这些东西 就是代表一些 光方的人 那就不用讲那么复杂 反正就是说你的房子 给别人家强行的 去什么的 你投诉无门 你也变大了 这个也扣称了这个美国政府 去保护你的这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呢 就是还有呢 就是学生的游行的 游行聚会的 也是被什么的 还有一些呢 就是来到美国 旅游来到美国呢 你固然看到哪一个团体 你被那个团体吸引住了 你加入了他们 比如是法轮功呢 或者怎么个宗教的 民运主持的话怎么样呢 那你会担心 你回到大陆去 会受到红祸 这个就是说将要发生的事情 你觉得不安全 不安全 那你也可以在这里 申请这个庇护的 这么个一个条件在这里 这个就是 你在国内是没被迫害 当你来到美国就因为你加入了这些团体 因为美国是宗教自由嘛 那你可以加入什么法轮功的什么什么的 那这个美国是合法的 当你因为你加入了这些东西呢 那你会恐惧 所以这个你就一定要 要保留任何种有利的证据 就是说你回去会受到这些不公平的东西 那美国也会保护人力 就也是保护的 那你就可以申请了 在帝国里很广泛的一些东西 很广泛 大部分的女的计划生育啊 这个 但现在国内不是已经可以生二胎三胎了 不存在的那个被迫害了 这个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说 不是现在发生的事情 而是十年二十年前 有过类似的情况的 你都可以申请出来 就是说现在很多五六十岁的退休的 因为他在二三十年前 他是计划生育 他生了一胎 现在虽然是已经二三十年过去了 但是当年他也是一个被害的 就是说他生第二胎的时候 我变强行的去把那个胎儿给干掉了 这个都是成为庇护的理由的 所以这个但是你一定要 就是说你一定要自己整理一些证据 但是很多庇护来说呢 不一定你一定是要白纸黑纸的 你要什么什么以前的医院呢 给个条文你 因为你在国内很多是没有这些证据给你的 你知道吗 你出国也不会把这些证据搭给美国的 所以这个呢 所以政治庇护来说呢 他没有不需要你一定要 要什么证据 但是你要跟移民官讲呢 就要合情合理 要说服移民官相信你是真的 现在呢 总体爱国的那个壁库来说呢 虽然是现在川普已经就是做总统啊 对移民的那些打击非常地大 很多呢 搞壁库的人呢 就很多就是通货率不高 通货率不高 通货率不高 但是没有影响到政策上的东西 没有影响到政策上的东西 还是一样 还是你可以申请庇护 申请庇护 因为过了 你还可以上诉 还可以打官司 还是可以有公卡给你 就180天时间 你还是可以申请公卡 还是还可以这里等待着商庭 商庭 就是一样你可以在这里工作生活 有没有公卡呢 说呢 你可以合法在这里打工 买车买什么都可以 跟其他人自己营贸一样呢 就等于是变成了临时一个合法的证明 证明你在等待着这个案子的通过 所以你这个面谈不行的话 你还可以打官司 还是一举一举 所以很多时候呢 而且打了十来年都还是在这个官司上 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所以很多时候 你要做好那个漫长时间 在美国的准备 就美国这个地方准备 所以这个事件也是不能够回大陆的 你要回大陆的话 这个这就很麻烦了 这个很麻烦 你回去了 就回去了证明你没有迫害嘛 你回去还安全的 所以你回去就再来不了 所以你要是跟着想清楚了 因为你以前在国内受过迫害的话呢 你在美国呢 你要申请了这个政治庇护啊 这么酷的话 但你就要心里准备 你是有很长时间是不能回去的 而且就算你是通过了 你拿那个庇护绿卡 那你要回去也是不行的 那你可以申请自己的亲人来 就是你的孩子的老婆可以来 是这样 但你要回大陆的话 这个就现在肯定是很严格了 特别这个川普上台的话 就比较严格 所以这一点呢 就千万要什么 要考虑清楚 那你真的苗了庇护 你通过了 那个就加大欢喜 你要是通不过的话 那你要时间就非常的长了 十来年都有的 有些十来年也不一定身份 能够通得过 也通不过也输了 但是你还是可以留下来 不过呢 就有些你就等于 就给个公卡你吧 就等于你不再打关系了 反正现在羁押的案件太多 我就给一个公卡你 我也不量你 那你唯一的那个出路就是 你单身了你可以早要公平结婚 要是不行的话 那你就直接在这里生活 就这样 美国就可以保护你 美国就是全世界的一个庇护国吧 它是庇护全世界那些受过迫害的人 好了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吧 原先我讲十八分钟的时候 我讲很多的 但是今天就就就就讲到这里吧 现在下次再跟大家聊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